刚刚结束的一场中超比赛 河北队也在第十二轮当中迎战到天津金门湖的比赛 为我们送上了一场进球大战 河北队目前排兵状况是排在联赛的刀数第二 而天津金门湖这个赛季表现还算是不错 比赛开始在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河北队 蓝色球衣则是天津金门湖 将比赛是在海口的关篮湖上来进行 右侧角球机会给过来头球点一下进军内 还有机会 巴顿 哇 这个球打得稍微是有点勉强 但是可以看到开场之后天津金门湖的攻势非常的凶猛 巴顿再来到了天津金门湖以后展现了非常好的状态 挑起来给到进区那个巴顿有倒地 才怕并没有叛发点球之后 对了完成骨射将球打进 我们再来看一下挑起来之后 第一下垂坐下来以后 完成了捅射这一脚要看一下是不是有存在犯规的问题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 完成进球是谢维军 比赛的第二十分钟 谢维军为客场作战的天津金门湖首开记录 但是仅仅是在九分钟时间以后 左侧起球 哇 又是张威了 我们再来看 左边给予了之后张威 这个投球顶的难度非常高 他在起跳的时候能够看到 其实他的这个起跳时间点 似乎是稍稍早了一些 可是他利用自己良好的身体控制能力 将球顶向了远点 这球认识方静奇 扑就到几点都没有能够碰到皮球 非常非常精彩的是赤认张威 代表合部队在本赛季打进的第六个进球 小江张威可以说在这个赛季是 不能说是一战成名 但是他连续收获进球 或许在未来国家队的阵容当中 也有可能会出现他的名字 时间来到下半场 49分钟正式下半时刚刚开场 连路拿出的是贝里奇 还有机会再挑起来 后点投球顶本球又进了 还是来自谢维军 又是谢维军的进球 帮助天津金门湖重新领先比分 这次球队整体的防守 在中间是出现漏人的问题 当然这也是 这也是天津金门湖在连续的进攻当中 才获得了机会 中路这次盯防啊 明显是看球不看人 没有注意到谢维军的插杀 很可惜啊 下半时才刚开场 替补上的贝里奇就已经是完成助攻 而谢维军更是打进了两力进球 巴顿 拿球以后 尝试做到进区 屋顶附近 左脚再打 皮球又进了 我们再来看 这次防守当中是错进错出 梅里达 这个进球 角度要的是真凋啊 最后比就是撞在了门珠的那一侧 弹进球啊 梅里达和张薇 都是升批的38号球衣 今天两个38号 两边的38号都有进球 目前比分已经改写成了1比3 时间也来到了下半时的第56分钟 杨续晨 下半时 同样是下半时换上了的腰续晨 完整进球 我们再来看 进区内队友做家以后 腰续晨突入进区 左脚打门 我们一直在说 腰续晨是何北队中 非常非常有特点的一名年轻球员 在上个赛季就有着不错的发挥 在这个赛季 全滑班作战的情况下 何北队 给他的支撑会更少 2比3比分 来到了80分钟 投球 再进 我的天哪 下半时比赛 替换下张薇 换上来的 赵紫叶完成破门 投球攻击 将比分 完成了平局 这是怎样的一场比赛 3比3的比分 紧接着 刚刚过去两分钟 天津队的角球机会 投球点下之后 门将脱手了 门将居然出现了脱手 守在门前的 这一下是八顿 完成骨色破门 这个球虽然第一时间 裁判是吹了 有犯规的问题 但是 随后经过VAR的确认 紧球有效 巴顿再次将比分反超 目前比分已经来到了3比4 很难想象 这是一场来自于中超的对抗 两边的紧球 梅花见竹 巴顿也是第一时间来示意 裁判员 这个紧球是有效的 这一次 防守这一段 爆发熊 真的是不应该 最后全量比分 锁定在了3比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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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